大家好,我是Stan 这两天,爱布抢网娘连续发生了两个争议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第一个争议是从一个较有严格的黑粉论坛 开始散播的抢网娘血统争议 这个论坛已经多次散播有的没的 做一些假装剧来攻击各种女艺人 所以本来提都不想提 但是因为有很多网友们留言问 所以就想要给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从抢网娘参加Produce Fourier到现在 一些黑粉们持续用抢网娘的家庭背景是华侨 不是正统韩国人而攻击她 但是因为抢网娘使用的是韩国护罩 小学、中学、高中都是上的韩国学校 所以这些黑粉造谣一点都没有带动什么风向 但是在10月15号 因为黑粉上传了标题为 抢网娘是百分之百中国血统的证据贴文后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先跟大家说一下 一般在论坛有一点点的争议 有几万次的观看次数的话 韩国记者们就会争先恐后的报道带风向 但是这个有着30多万观看的贴文 没上热搜,没有记者报道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理由是因为 这网友上传的证据 第一张图上写着 抢网娘的爷爷伯父的国籍是台湾 然后这位网友留言 1930年代 当时中国的名字叫台湾 所以这里显示台湾而已 其实是中国人 1930年代 中国的名字叫台湾 然后他还说 韩国在华侨都不用缴帅 还有很多福利 你别开手 再怎么说 小时候不读书长大了会当记者 但是就连小时候不读书的记者都知道 这太胡说八道了 所以根本就不把这件事当成试区报道 而且除了多数使用者年龄层比较低的叛论坛之外 在其他论坛一点都没有引起什么热议 所以粉丝们不需要担心 然后下一个证明是 在韩国博物杂志的YouTube频道 公开了抢网娘在巴黎的Vlog 而在影片中 抢网娘对着镜头炫耀了一下当天的奏型后 接着说 这只法战 也是因为我想要在巴黎展现一下韩国的美 所以从韩国带来了 怎么样呢?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在这个影片公开后 马上就引起了中国网友们的争议 很多中国网友们表示 凤凰是中国的文化 韩国是小偷国 抢网娘需要道歉 然后也有中国网友表示 这不是抢网娘的错 抢网娘没有提到凤凰 只是说了法战而已 首先大家应该也能知道 有关这种争议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对了 只是那种辱骂的留言这次也没有带来 韩半岛地区很多王朝一开始也有使用龙 但是因为中国不准用 之后就开始使用了印象中比较低级的凤凰 新瓦他也有在使用凤凰啊 抢网娘应该会很烦吧 在韩国精神病论坛总出动再算 然后又被中国网友们攻击 真的会厌世的 真的怎么能从两边受到攻击呢? 如果是我就会得精神病的 希望搜索公司能好好照顾抢网娘 虽然没有表现出来 他的心现在应该会很累的 对于抢网娘戒二连三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引起抄写NCT107争议的男团 10月18号 男团ATBO公开了预告海报 而这张海报马上就被网友们质疑 是不是在抄写NCT107的永翁 然后这是ATBO第一张专机的舞蹈 这两个部分也被质疑是抄写了永翁的舞蹈 舞蹈根本就是负责粘贴 这不是致敬吗? 要不然一定会引起抄写争议的 我喜欢NCT的歌所以看了很多 上面那个动图刚看的时候 以为是NCT了 就是为了丑话题吧 这样打致明度之后 到时候就会有人护航说 公司的问题成员们没有错 只有被抄写的一方会纳闷而已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10月18号男团DK级 再出道三年来 首次在音乐节目拿下了一位 而在成绩公开的那一刻 成员们都哽咽了 其中下台后爆哭的且撑的样子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大发 且撑跟DK级 恭喜你们 且撑辛苦了 以后会一直走滑路的 因为有你真的很幸福 看起来不太会留恋的人这样哭 所以觉得更伤心 真的辛苦了 以后会更好的 不过我长得帅的人 连哭都这么漂亮 不过我长得 我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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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